佛光照大帝发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新学期开始 佛光山的文教基金会 为了让浦中的好苗子们 开学之后呢 无后顾之忧 特别颁发了奖助学金 共有126位的好苗子 获得这一笔奖助学金 全力开始 浦门中学国高中六个年级 126位好苗子 获得学期一开始的奖助学金 第一届好苗子 经过六年来的磨练 更勇于面对大众 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来浦中读书已经六年了 然后从国一进来 像这样的好苗子颁奖典礼 一开始都会很紧张 然后到现在 可以很顺利的上台领奖 然后分享自己就读心得 一定要感谢师公 对我们这样子尊尊的教会 对我们这样子的关心 照顾 一开学就不要让我们去担心 用教育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我想这个是颁奖学金 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好苗子经常利用假日 进修学习 而老师也会陪伴学生一起用功 学生们心怀感恩 表露无遗 开心的在这里接受教育 也不用担心学费的问题 只要安心的做好 我们自己该做的就好 爸爸妈妈也可以安心的 把我们带来这里 让他们安心的工作 假仙这个地方比较偏乡 所以失职比较不足 山上给我们的真的很多 他让我在普中这个环境里面 能够好好的读书 好苗子依序上台领取奖助学金 如常法师也现场勉励同学 那这些孩子跟家长们呢 那也都非常感谢新宇大师 创办好苗子 奖学金辅助 包含他们的实义住行 包含他们的交通 以及他们的养育跟教育 新宇大师设立佛光山文教基金会 投入好苗子人才扶植计划 就是要用教育来翻转好苗子的人生 改变未来 普中好苗子经过多年的培养 言谈间流露自信 对未来升学更有目标与想法 人经卫视五庸曲高雄采访报导